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电子竞技邀请赛 6月16日在福建厦门启动 这是海峡论坛首次举办两岸电竞邀请赛 作为如今最时髦的竞技赛事 电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 相关数据显示 2018年台湾地区的游戏玩家人数超过1000万人 平均年龄低于35岁 而大陆电竞爱好者拥有大约3亿人 是全球最大的电子游戏市场 电竞其实列为了体育项目之后 它是通过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手段 手机啊电脑啊 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增加了一个团队 或者是个人的一个素质的提高 不单单是打游戏了 因为打游戏是个人行为 电子竞技是一个团队行为 该赛事将于6月至11月间 在两岸多地展开选拔赛 便及高校文创基地和电竞馆 总决赛将于年底在福建举办 入围的两岸选手将参与角逐 包括守望先锋 如实传说和魔兽争霸山 等多个电竞项目的奖项 此次赛事设置总奖金 100万元人民币 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 让我们去发展一个 更正面更健康的一个电竞事业 据悉 此次启动的系列赛事 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海峡卫视和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等两岸机构共同举办 设置启动仪式 选拔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 赛程将持续7个月